早晨陳宗 早晨各位聽眾 剛剛施政報告發表後 民意調查三乘六就說滿意 兩乘四就不滿 好像滿意多於不滿意 但如果你計算跟曾蔭權和董珊第一份來比 都是信息更多 不過似乎要有公道一點 似乎好像同樣的民調 又說我們特首的民望又高了一點 過了五十分 剛剛過了 那就算合格 但我們今天會和大家說施政報告的問題 但今天和大家交代了一件事 先平叔 因為我們今天會請三位議員和大家說施政報告 但今天因為有另一位議員 也贊文回應我們上個星期的評論 因為我們也有討論過 為什麼立法會連這個司法獨立的動議都不支持 那時候都被否決 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因為提到那些人的背景動機不好 於是反對呢 這是我們的疑問 是的 作為司法和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梁美芬 我們說你連票都不投 應該 對 走一去 是沒有記錄的 梁美芬今天贊文回應我們上個星期的意見 他就說 泛民對於我們建制派的修訂也反對 如果用這個動機論的話 反對派的動機也不好 大家動機不好 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為什麼不投票呢 他也有解釋 他就說他是離場抗議 事前有沒有說呢 所以上個星期我都說 我聽了他整篇發表的言論 他還沒說完他的言論 就已經夠了 他沒有交代過原來 他想離場抗議 這裡我們先交代他的意見 我補償一句 其實我們這節目很歡迎和立法會議員互動 我們說的說話未必對 也很希望議員多謝他 這麼留心聽我們的說話 好不好陳昌我們下個星期找梁美芬 再跟他聊天 總之誰不平都可以明白 沒錯 不平平則明白 所以梁美芬我們在大戲店我約定你了 下個星期我們找回來聊 因為今個星期我們請了三位現場嘉賓 跟我們講講施政報告 沒錯 先介紹一下他們 我們今早有公民黨的梁家傑 早晨 早晨 有工聯會的陳婉嫻 早晨 還有工黨的何秀蘭 早晨 早晨 不如你們先講講 剛才我說滿意不滿意 你會怎樣形容施政報告 分別對施政報告整體的看法是怎樣 三個議員代表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報警 因為就算不滿意 你會怎樣形容你的不滿意呢 滿意在哪方面滿意呢 各位先形容一下 首先梁姐 這個施政報告 我都用了很多心機 因為我們聽完施政報告後 我又接到一些彈仔給我電話 他說雙重標準梁姐 他說在土地上 他收樓或者在土地上 他就說沒有百分之八的共識 他打來的工友都很公道 他清拆很多不同的利益的人 他提到問題 當你去到同樣的勞資雙方 一定是水火不雙容的狀況 他根據我們有共識 他說你覺不覺得是商場標準 我那一晚 剛剛睡得不好 我就精讀了整個施政報告 精讀完之後 我就發覺 向我投訴的幾個工友 我覺得頗有道理 你知道我聽話很快 然後我就回應 我就覺得我好像有些大勢超 我覺得同樣處理矛盾 是兩種自然不同的態度 我就覺得 少到我們說 現在最低工資兩年一檢 要改為一年 你都不做 中中的問題 長期了12年的NPF對沖 他又不肯制 所以你在答問會上 問梁靜 為什麼吞了立法這兩個字 是的 標準工事 標準工事更嚴重 他給我們的政綱 他就有方向朝著立法 我們甚至寫了覆蓋 到底是怎樣 要大家再談 變成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前階段做很多研究 政府又研究 立法會上階研究 全部都擺出來了 現在問題是 政府面對的問題 要做一些 兩方面 最後要講怎樣的數目 但現在要退回原位 要有共識 再要有共識 組成委員會 就談了一大論 才有共識 即是沒有了朝向 立法的方向 是不是沒有了 很嚴重 所以我立即那一晚 火都有點上 因為上的原因是商用標準 當時寫政綱的時候 何永謙上來我們的工聯會 跟我們談 怎樣才能支持他 因為當時堂堂就要有一個標準工事 我們說好 大家一起談 在談國人當中 這些字眼是我要寫出來的 立法這兩個字 因為我當時做了工資 跟當勞有一個打對手 我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擺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立法 一個就是要談的時候 把各個行臉都擺出來 這些都是我們認為要處理勞資雙方 或者跟管理層的意見分歧的時候 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是說現在他退回去嗎 退回去差不多沒有離工那麼遠 他還要解釋 他說我不提就表示不做 那你悶不悶你的答覆 我當時思考過 因為我的火照 特別是聽到有聲有氣的輸入我們老公 我的火照也上了 我當時想過平叔你說的這個意見 你問他 但後來我覺得 我仍然回到工友提出的兩座標準 因為我覺得他很明顯是重工商 輕勞工 特別是輸入我們老公 被工商界狂工了幾個星期之後 他居然跟他的局長陳茉波說沒有空間 剛剛對上星期說 他居然說可以輸入我們老公 因為我會更加火傷 所以有些人說 憲姐你這麼兇 他樣子兇成這樣 我真的很生氣 是啊 憲姐你也知道我們很關心梁正英 究竟會否壓住你的標準 公時立法這兩個字 由於人家欠你100元 你說他吞了這兩個字 他吞了一個零 然後還10元給你 你沒有理由多謝他 所以我還問他 你有沒有意志力 勇氣 同工商界 去說一些公道說話 他說他自己有 但我覺得這件事他沒有 再加上我們也看了第一個 用了編屋最大的港房屋 我們昨天也問張炳良 我們說有些短期措施是可以的 例如我們說 你說很多年輕人 雖然申請現在的公屋 令隊排得很長 去到20萬 我說為什麼你不取消 現在公屋裡面 公屋居然很生氣的 一個庫務政策 或者出售公屋 就能解決到這些問題 很簡單 這麼不滿 要不要多謝他 老實說 如果他完全沒有事 我就老實說可以回答你 所以現在我去不到每晚 我就下去聽居民說 我第一晚就在黃藍線開 兩派意見很厲害 當天也是一個電台去拍攝 看到大家雙方的意見 例如那些老人家 他喜歡長新津 他又喜歡社區長者那個 錢跟人走那個 例如有些困難的人 他又看了少許問題 當然又有些很有意見 對於現在的弱勢社群 他不肯去做一些 對沙漠人士性也很有意見 我覺得社會還在說起說討論 也有些好東西 不過那些好東西可能是 比你那個不滿意 作我勞工界 作我勞工界來說 我當然是看勞工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特別在他先報 前幾星期跟他吃早餐 再三強調 對外傭稅 我們無以為反對或者贊成 但他會帶出一個啟示 就說 你如果取消外傭稅 代表說外傭稅的前身就是外勞稅 那你只是輸了我們的勞工 我們就已經提了我們的警告 所以你告訴我 我們說了很多東西 不過最後出回到施政報告就是這樣 好 那你說我勞工界是不是很有火氣 那我又聽聽Alan的意見 我又不知大家怎樣感覺 不過我就聽他說 我沒有寫施政報告 就不等於我不做 這位真的很厭惡 他現在梁式議員 真的很難頂 平叔 真的很難頂 我覺得特首這個說法 那你寫來做什麼就可以 那我們就本來一直都對他的施政報告 就不是有太高期望 不過我們想著 你民望這麼低 又適合被人彈劾完 雖然投票失敗 但是你也想著最後的機會 拿回救命草 也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誰知道 就算我們沒有那麼高的期望 都仍然很失望 因為我們就從幾個 由關民生和香港整體的角度去看 比如說房屋 如果你真的說重中之重 又說到很上心 又去探望過農屋 又說連那份吊架都看過 那你做了什麼呢 我說他的十招就很虛 因為事實上你看二手樓 封盤和反價的中數 已經知道市場對他的反應 覺得他是無聊 因為五年之內 他說的數字全部是 我們曾蔭權特首說的 說過了嘛 舊數來的嘛 是啊 他當然越來越縮 你記得他初初出來選的時候 說四萬公屋一年 然後縮到三萬五 然後在施政報告上就說 說一萬五 不過沒有放棄增加的目標 我也發覺他真是好話 說這些話真是好話 這些藝術 沒有放棄 你也說過他沒有打武式 但今早林煥光又說他是有魄力 有層次 你覺得如何呢 我很願意跟林煥光請教一下 究竟他怎樣看到他有層次 有魄力 除了房屋還有什麼呢 我只想說多一點 他在現在勾地表上有三十幾幅屬地 已經規劃了是用來做住宅 如果你真的用行動表示 急市民所急 等著上樓的那些 等著買樓的那些 那你是不是應該找幾幅出來 起碼都回應一下 就算做一個政治姿態都要 一幅都不動 這件事我一直批評很久了 就是說勾地表 五歐五賣 是當時我們孫公九招托市的 當時是因為市塌托的 但是從前朝到現在 我們政府還是攬著勾地表 不勾不賣 就由地產商主導的土地供應 這件事我就覺得 完全是沒有魄力的表現 對不起 我覺得是沒有魄力的表現 還有你現在三十幾幅裏面 有幾幅是擠在這裏 四至五年沒有人勾的 你都不拿出來拍賣 我覺得很奇怪 好了不要緊 另外一樣我們就說他扶貧 但是他扶貧 他就完全說要一年 希望定出貧窮線 需要一年嗎 嫻姐和阿錫都知道 我們在立法會說了多久 我們在立法會說了多久 說了很久 是當勞做而已 社福界說了 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 很多世界各國都會用的 然後你又說要拖一年 定了下來 你定了之後 你會不會都是逐年 去定一些標的 比如說我的貧窮人口 要減低多少萬一年 按年遞減 有沒有五年的規劃 有些標的是可以客觀地評論一下 評論一下 你那個扶貧的 那個成效 也沒有說的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沒有提到選舉 政改 因為你想想 很多現在在香港極具爭議的議題 如果不是有一個特首 是可以 真的拿著有香港人的足夠授權 你處理不了 然後他就說 童子嫻姐說的雙重標準 其實這也是雙重標準的 他說 他就把那些環保團體 年輕人 就跟他收地 來對立起來 他說 你們一定要想著大眾的利益 因為如果將來 起不了樓 都是害到你們 他是把那些人對立起來 但問題就是 你政改 為什麼不可以同樣的考慮 就是說 你不需要百分之百共識的 你拿個主意出來 居中滑船 拉攏不同的人 這樣才行 作為特首 隻字不提 他說他有時間 好像他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有時間 平叔 你想想 那個五部曲 你想想你2016 立法會 9月要選 你立法最遲 是否2015年 立法年度 怎樣都拿法例通過 不然你怎麼安排 我們政黨怎麼安排的人下去選 如果倒轉數回那四部曲 之前的四部曲 現在開始都嚴遲了 阿西 你呢 是 特首真的沒有膽沒有息 不單是一些社會現在很需要的 大部分市民想有的全民退休保障 他不敢提 當然 他說 他說 沒有高稅率 就不能有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我是很反對的 因為 其實 早三五年前 已經有學者 趁我們五十歲到六十歲 這二百多萬的工作人口 仍然是可以供款的時候 盡快開展 我們就可以都用這五百億的總子基金 應付得到現在每年得五十五萬人出生 這個困局 所以 如果特首一意孤行 他又不聽人意見 只是說 維持低稅率 那麼 全民退休保障就不搞呢 我覺得是真的很不負責任 因為 在 之前的幾年 梁振英是一直在報紙 撰寫文章 去營造一個 他對政策是很有軟見 很有看法的政治人 但是 真是挺遠的現在 很多事情都很遠 沒有啊 他說的成先啟後 他自己說的 就是成計 他們未上任之前的六個月 然後啟後 就是去到財政預算案 加起來都不夠十二個月 就叫做成先啟後 他那個視野 我覺得都是有些問題 還有我有一個很生氣 就真的是 他的施政 我覺得他不是基於信念 他是基於爭取支持 比如好像同志平權 我們11月的時候做了一個民調 有63.8%的人 是支持立法 立反歧視法 不是諮詢 我都已經再溝淡一點 進行公眾諮詢 而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 無論是跟梁振英 或者是官員溝通 給我的訊息 都是會有公眾諮詢 但是發表之前的一個星期 因為社會上也有部分的朋友 是有很強烈的意見 我們的民調都顯示有14.4% 是強烈反對立法 但是就閉門影響到他 而影響到 我在答問大會那裡 問他一個很簡單的 常識的法律概念問題 他都不敢回答 就是譬如同話的結尾 沒有寫到王子和王子快樂生活下去 會不會犯法 這些都不需要什麼法律 訓練都可以回答到的常識問題 他都不敢回答 但是我只是用他三秒鐘時間 如果他說不會犯法 其實已經可以阻止到 很多不必要的恐慌蔓延 其實不諮詢 我真的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我覺得只是諮詢 為什麼在社會上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是不能夠配合 其實全世界文明社會 這樣的標準和水平 我覺得這反映了 在這方面的確是沒有打無息 沒有立場 所以就三重標準 穩地 建屋 去到填海六百公頃 這麼發瘋的主意 他都可以將穩地和年輕一代對立 那就去的了 不用說的了 不需要有百分百共識 去到這個標準公時 都建立一個標準公時專責委員會 尋求共識 這個有63.8%支持立反歧視法 都叫做大部分共識 不做 你什麼時候見過施政報告裡面 斬釘字鐵告訴你 有些事情不做的 施政報告是說做什麼 平叔聽過三位議員很多不滿 但平叔你自己覺得呢 我真的很失望 我之前真的沒有什麼期望 但我也很失望 為什麼失望呢 其實有一件事 我們梁家傑說了出來 其實過往這麼多施政報告 你不要說什麼意識形態 不要說立場同不同意 施政報告是做什麼的呢 用來顯示未來一年至五年 政府做些什麼 而政府做些什麼的時候 一定有具體的指標 我希望五年之內 我達到什麼呢 如果地的時候 我增加幾次增加 如果你說是標準公時的 我希望是否向立法做呢 他完全沒有指標 還有我發覺 我都說了幾天 我都不斷說 他消滅了施政綱領 這是回避問責 因為附屬著施政報告 有一本書 於是有些官方人士解釋 就說 反正都沒有人看 就不要了 是嗎 是啊 我看到報紙 平叔之心就會記得 有沒有搞錯 其實在97年之前 那本《施政綱領》 整串這麼厚 陳方安生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就將先一年的施政報告裡面 訂立的目標 甚至是早幾年 據細無遺 去講述進度出來交代 在董建華的年代 曾經試過想消失於無形 沒有 但議員提出很大的反對聲音 將它歸納一本四分一吋後 走了很久 現在四分一吋後都沒有 也沒有 並且陳婉嫻也說了 發表施政報告 十四天之後 剛剛緊緊贖 就要辯論投票 社會沒有機會發酵辯論 我這個真的好 現在30號要辯論 我很有意見 因為我們以前 不會去到工作 剛剛好 你想想我們去講完 我們下街等一兩天才下街 我們還有很多會要開的 我們一邊斬其他的會 去做一些 都做得很辛苦 我問為什麼這麼辛苦 後來看回 只剩下那十二天左右做 剛剛夠 那變成你怎麼辦 他就按照我們內會的規定 十四天那個的開始 他就從這裡開始計 我昨天跟秘書說 我們再加上一個叫超級 超級全港選 你走不暈 我現在只能走幾個大的 我也想再講講施政綱領 我覺得這件很大件事 好 我們時間都剛剛好 先去新聞 今早我們繼續有三位 跟我們一起講講施政報告 但平叔 今天的施政報告有多一件事 因為平時沒有封面圖片 你不知道為什麼有多一個圖片 但你少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剛才你提過 就是政策綱領 沒錯 我為什麼要提到這件事 要這麼賞心 因為政策綱領 其實是代表香港公共行政 處於一個國際性的高水平 整個綱領 就反映香港政府 未來一至五年 新政策 每個新的政策 有個指標 有時間表 現行的政策 最新的進度 包括是否有延誤 這個其實是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向市民公開透明 問詐那種文件 我甚至可以說 我在大學教書也好 我偶爾向內地公務員 介紹香港的公共行政也好 我唱了香港的 我偶爾拿這個施政綱領 告訴他們 任何普通市民可以上網 或者其實以事以往 不僅是上網 根本是派通街 可以拿著施政綱領 你就知道政府 未來五年做些什麼 可以就每個項目問責 這是代表政府 代表特首向市民交代 今年我們這個新特首 消滅這些施政綱領 是否代表我們以後的施政 是退步開始 從光明走向黑暗 這個道路呢 起碼是逃避文宅 會不會像封面這樣 那些人走向前 因為他逃避呢 我不知道 有沒有改圖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在這裡 清清楚地交代 不能夠像詐詐詐詐詐 你可以看立法會文件 不是 立法會文件是第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施政報告 第二個層次是施政綱領 第三個層次是個別局長 就施政綱領 再進一步去解釋 去分析 很希望政府聽到意見的時候 向我們交代 這件事都要問三位議員 因為平叔也託我們問一問政府 為什麼今年沒有施政綱領呢 他有回覆我們的 他說大家上這個施政報告的網頁 其實已經有個連結 連結到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不同的 因為那裡有不同政策的委員會文件 等於施政綱領的內容 審問議員同不同意 我也算是老鬼 我只是停了四年之後 還要十三年 有的 我特別記得 我是九五年入立法局 肥棒年代 他很清楚 一個很清楚 我未來怎麼走 包括我整個部門 要回應 他將要走的 帶有些服務承諾等很多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問問題 只是那裡後刻地 有時抽好些事情出來問問 只要你說 局長那部分 是on table 按他自己 要有些事情放在樹 他不代表著那個綱領 所以我覺得 你就算在一個 整個文件處理上 你一定是有本種的 種的之後 再下低再豐富的局長 這樣才對 如果把局長拿起來 就當作算 我覺得就是不理想 是不理想 施政報告 如果閒姐說回肥棒的年代 其實裏面他有一套管治的哲學 一套管治的方向 這次梁振英這本 我看到他的管治哲學 在第一頁寫了 就是維護國家的主權 和基本法的權威 後面跟著 我就真的不覺得有了 譬如曾蔭權也好 他就會說 政府就要崇尚這個 自由經濟市場競爭 董先生那時候 就說以人為本 但是在這裏 我就只見到 維護國家主權 和基本法的權威 但是在階級 扶貧和經濟發展那裏 我真的看不到 他那套管治哲學 而施政綱領 其實就是以政務司司長為首 率領各個政策局官員 具細無謂 講一些向前的目標 怎樣落實 有了時間表 過去的也有了數字交代 哪些做到哪些做不到 做不到是為何 將這些事情 擺出來 但是 現在給我們立法會的文件 因為我們昨天都開始 有些事務委員會 就施政報告 我們收到這些文件 譬如好像資訊科技 薄薄三張紙 只有二十多段 去到電影發展基金 我們有個新遊 就是做一個電影製作計劃比賽 去鼓勵新血加入這個行業 但是裏面 是什麼資料都沒有 連這個獎金是多少錢 都是及後先應會說得早出來 但是評審機制 哪些人做過委員會 目標是如何 全部都欠奉 施政綱領的重要性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會知道香港未來 是走去什麼方向 何去何從 如果你說只是用那些局長 上來18個不同的事務委員會 那個交代 根本是兩馬子事 很同意的評審說 根本是兩個層次來的 因為你斬檢 在局本位那裡來講 還有你是整個特區政府 在特首領導之下 會走向什麼方向呢 根本是兩件事 不過我覺得 雖然我不知道 政府也沒有回答你 但是我猜 這都是劉振英的意思 多的 因為你如果比較一下 曾蔭權和我選特首那份政綱 和今次 梁振英和唐英連何俊仁選 那份政綱 你會覺得 梁振英的政綱 是少一點 你可以撿得住 而向他問責的事 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他根本就不想你拿著一套 客觀存在的標的 或者一個願景的論述 來挑戰他 可能他真的 像何秀蘭這樣說 他的目的就是 要維護國家 他的施政目標就是很清楚 就是在第二頁那裡 很快就說了 就是維護國家主權 和基本法的權威 這個不是遠景 現在我們國家 內地政府 無論中央和各省政府 其實逐步邁向開明 開放透明 其實問責性正在進步 我覺得如果是因為 我們這個特首 希望避免有人質疑 於是將所謂司令綱領消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很嚴重的退步 希望將來政府還有時間 反正你做回一個司令綱領 其實不是很難的事 他最慘的 希望你重新考慮一下 平叔最慘的就是他加了一句 他說司令報告沒有說的 就不等於不會做 我們反過來問 有說的是不是都可以不做 說了算不算做呢 我也想剛剛看打出的訊息 張建宗說 標準公時立法只是方法之一 我真的馬上拒絕他 老實說 他在做什麼 我說的是另一個 我剛剛看見新聞 張建宗昨天也有說的 他的說法是 全方位 他最終要說方方面面去討論 立法是作為其中一個可行性去看 每次都要聽 我們上次標準最低工資 當時政府為了平息工商界 做一個工資保障運動 勞工家就說不行 你沒有法律上去 怎麼會做呢 實際證明 幾萬個公司 還有一千多個 就這樣不行了 你還要立法 如果你張建宗 作為你自己 已經是前朝前朝的官員 你還說這些話 我覺得你真的浪費香港 加劇勞資 雙方矛盾 這是一個罪覺 我想說回彭先生一番話 我想說回彭先生 我還沒看到新聞之前 老實說 梁振英每一段裡面 開頭說一些話 他都打得動我們的 例如十二段 三十年後 香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 將由九十四萬人 急升至二百五十六萬 老言社會 將為香港經濟人社會 帶來新的負擔 亦都為政府服務和公共機構 帶來新的需要 他知道的 但後面解決就像斯坦剛說的 他就覺得這個問題 就需要方方面面同意 所以我覺得 你看到問題 就有魄力 有膽量 戒進去 不要猶豫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這個觀點 你們倆同不同意 因為現在他在一個新政府上場 他民望不高 面對著他的壓力很大 我自己感覺有鼓力量 不知阿施和梁家傑有沒有看到 過去三個禮拜 工商界向政府 勾他要輸我們的勞工 是一浪接一浪的 直到上個禮拜 陳茂波上來 我記得易志明問他 有關運輸上的人手問題 建築問題的問題 當時陳茂波回答他 沒有什麼需要 你看到他的一浪接浪 但梁振英又退了 說要輸我們的勞工 我就覺得如果你有意志 我昨天都問陳炳良 你有沒有意志處理房子問題 我們覺得他跟著很多股不同的反對他的理念的人 在搏擊中 所以我先說一下 我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我說 我們工會對這個問題 我們很小心作出我們的投票呢 我們看到那個力量很厲害 包括地產商去挑戰回家 不好意思 石禮謙 石禮謙林祥強都需要折迫他 你可以 你選擇用這些地 不要棄樓 棄公安 所以我就覺得 他如果反對他的聲音都挺大 其實這個情況 正要考他的意志 考他的決心 我覺得他現在走一條中間線 包括對公務員 他在這次小可寫了斷公務員的內容 他想團結公務員去處理他面對很多壓力 但在個人當中 我自己覺得是有事 例如張忠仰 幾任的政府官員 你這樣說都說了出來 你是不是想把勞子的矛盾激化他 我會覺得 你有責任 等於嘗試長生瓶一樣 我很生氣 為什麼只有投命日 要我們舉手呢 這就是政府 你熟悉公務員的人 你又要告訴他 要告解他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個大綱 阿平熙的關心 找林鄭來說說 你們跟進 楊光是政治 你覺得是嗎 對 我覺得不能夠倒退 不過我要轉一個話題 講公務員 我相信公務員 現在未來頭痛的一件事 就是要服侍很多委員會 我都說過 真的 無論是回歸前 我們整百年的殖民地政府 或者回歸前十幾年 沒有一個適應報告 是成立這麼多委員會 是真的可以申請去建立市大全 所以我希望問一下大家 對這個現象如何看法 彭姐說的是政制問題 跟成立這麼多委員會 大家都看到一脈相承 第一 如果梁振英在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他就是怕什麼 怕什麼工商界閉門施壓 怕什麼保守勢力 可能包括教會在內的閉門施壓 要去取消這個同志平權諮詢 如果他是一人一票選出來 喂 我們走去做全民投票 或者民調或者選立法會 大家拿到的認受 都知道市民是支持 有最低工資 標準工時 和同志平權的諮詢 但是那個制度上 他不用理大多數 他就是要關門 那1200人和那1200人的 經濟政治不神聖聯盟 去鞏固施政繼續下去 可以走 所以他就是要撇除公眾利益 都要回應商界 講輸入勞工 取消諮詢 各樣 而這些諮詢委員會 對了 你看到在走一條鋼線 做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心想做 還是想不做 但是做個委員會 也都是沒有時間表現 他們什麼時候交報告 什麼時候落實 其實就是緩兵之計 拖字決 甚至裡面是安插自己的粉絲 Alan說 我很同意 這個是拖字決的一個表徵 也是有體驗拖字決的 因為你想想 你作為特首 你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看法 你是不是說了出來 好 然後你說 不過我不是貼買一塊的 這些委員會 可能要在六個月 或八個月之內 就會就著我這個看法 給點意見 然後最後我才拍板 這樣 起碼展現到你是有些魄力 或者有層次 但是現在就不是這樣 另外我都想 你說委員會 我都想特別提一提 這個金融發展局 這個是真是那四不像的東西 平叔可能來政府的時間很多 我就記憶之中 沒試過有這個 沒有的 很有創意的 真的很有創意 現在梁振英 不是經常說什麼G2G 什麼的 政府對政府 他說 那究竟你現在這個金融發展局 你叫它做局 你叫它做局 你又借公務員 陳家強那個局 有調人過去做秘書處 又用政府的地方來開會 但是茶蟹就說 不是的 我們不是法定機構 我們將來 民間機構 譬如你對內地的一些部門 都是由政府的金管局 或者財經事務局 來出面的 這是什麼四不像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 如果現在聽聞 陳家強那裏 就說這個未登記 我就會公開呼籲陳家強 不要去公室 登記這間公司 你來立法會 交代清楚 來龍去脈 你是不是好像 一些財金官員 說一句報道 就沒有點名是誰 就說你會不會是奪權 會不會是將原來 我們的財金系統 那個權力 你終於想把它削弱 和搶過去 這個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因為香港是金融中心 你如果交代不清楚 就做 我覺得是絕對不容許這樣做 好 我這個就是平蘇關心 他做這麼多委員會十幾個 我自己覺得 他 我明白的 他現在的情況困難 他為了他的意見 能夠得到各個方面去看 我覺得 以一個弱勢是OK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的組成成員是怎樣 我第一個要看 第二個要定下目標 定下時間表 我覺得 等於當年董先生 有個財團上來香港 當時拿地 早點是軟件 當時人們說 為何支持他的IT 為何不支持我們 後來我就說 你不是索性做民間就業委員會 當時在香港很困難的期間 只有一位李先生 要撤資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 我一直在手上溫溫釀 我就說 民間決定 如果你政府遇到有沒有困境 但這個不等於你算 拖延時間 現在給我感覺 是沒有時間 沒有路線圖 這件事告訴我 才行 你起碼好像張良 我們昨天七組大輪之後 他就擺明只有他一百年 一百年才回去 當真數字 老實說 不是你當時選舉的內容 另外你完全沒有短期措施 你會定出短期措施做些什麼 中期措施做些什麼 長期怎樣 清楚一點 就不要把數字繞來繞去 我用了晚時間計算一輪數 先計算一輪數 然後都回到原來的數字 我就覺得 是 很熟悉 它有敏感度 但問題是要拿出它的魄力 才行 你面對地下商 很多機格都好 你有魄力的處理問題 所以我覺得 當前他整港自己有魄力 是為香港 我覺得他現在是勞資的矛盾 在財團和香港的重新組成 國人當中 他有魄力 他一定要依靠民眾才行 如果你不依靠民眾 是不行的 如果你過分 只要看自己的人去看意見 也不行 有心無力 所以可能 我們今天談得不錯 有些共識 我覺得什麼共識 總結一下 共識就是希望我們特首梁振英 是多些依靠廣大一點的 闊一點的層面 就不要個別 另外一個共識就是 即使是成立委員會 希望都有些具體的指標 特別是時間表 路線圖 第三就是 你不要說五年後的事情 五年都很長的時間 五年之內 你可以做到什麼短期的事情 麻煩你都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30號 你們就要辯論這個致責議案 梁家傑和何先生 你們是反對的了吧 公民黨看不到理由支持他 他現在很簡單 他認為不急的事情 他就不做 認為急的事情做不到 真的沒有膽 沒有規劃 我們就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雖然他個別 可能有些好事 例如清新空氣那些 都很難說多謝他 簡單 工黨都會反對 其實在人權 法治 民主 和民生 我都覺得他交不到功課 所以真的看不到理由贊成 工聯會你很不滿 但你會不會選擇棄權 或者離場抗議 我們不會 不會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當我到地區聽意見 例如我剛才說的 黃林先生 都會說 挺好的 即是支持還是反對 不會是其他選擇 不會 我們會支持的 乘數較高 除非開完所有居民大會 這些人說 嫌棄一定反對 那我就會反對 但我自己開 我和同事開 是有兩邊意見 好 起碼說了一個傾向 沒錯 下星期 我們司政報告會 會繼續討論下去 下星期 今天多謝三位議員 多謝